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交通部观光局委托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工会全国联合会 举办12场次的营运损失救助补助宣导说明会 18号花莲场次是在花莲芙蓉大饭店举办 并且针对内容相关 因为疫情造成停止出团的补助方案 以及银行贷款纾困方案的内容 向旅行业者进行说明 希望业者能够了解到自身的权益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 全台湾的观光业者严重受创 为了落实强化与地方政府观光政策 交通部观光局并且在全国办理12场次的 营运损失救济补助宣导说明会活动 18号则是在福隆发展举行 来自花莲芯境内的旅行业者来听起说明会 同时也要了解自身的权益 旅游业的树固方案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原本要出团的这些旅行社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观光局宣布有哪些地方不能去了 那造成损失的部分 观光局就补助我们旅行业的所谓行政费用 那这个部分虽然是金额不大 但是对于疫情人就是聊胜以无 是这样这个部分 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银行端的这个补助的部分 大概分成两个一个是资本的部分 它金额比较高 另外的话就是所谓的贤责部分 就是金额贤责部分 那这部分的话金额就比较低了 那我想一般我们旅行同院 在要申请这个银行补助的部分 可能比较生疏 而且跟银行的这种交谈 这个交涉过程也比较困难 那信保基金这一次呢 它出面来协助一些业者 然后把一些业者的一些疑惑的部分 能够很充分的跟业者沟通 那政府有这样的一个美意 愿意提供这样的几十亿上百亿的这个资金来协助 我想业者应该要好好去了解 哪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子 花蓮县旅行商业统业工会理事长吴永昌表示 两年前0206大地震重创花蓮 今年度旅行业者则是开始支付贷款利息 而这次又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 这次雪上加霜 也希望这次的说明会 希望交通部能够协助地方观光业者来度过难关 记得终于欢迎收视频道